细语信箱 人死后可以去游历其他的时空吗? 比如去看看恐龙 提问 请问人死后到了那边可以得知这个世界的全部知识吗? 我特别想亲自去看看恐龙 不知道到时候是不是能够实现 细语答 死后亦是呈现为灵魂脱离肉身的束缚 而重新呈现出灵体的特性 自然也就具有灵体本质的五种本能之能力 具有眼通、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族通 这不需修炼 原本就是灵魂的基本配置 灵魂是一团清净无杂质的光体 本具有这五神通 但因要沉醉于尘世故事 故而自愿受肉身屏蔽而短暂封闭了它们 好让剧本不穿帮 好让自己能当真 灵体有着有清 是透光性导致的差异 为善者高光而清明 为恶者暗光而污浊 这里善恶不是人文定义的 而是自我挂怀的沉染有多少 演大男主的内心未必清明 但反派的也可以是得意双心的老艺人 角色与灵魂不可轻易化等号去看待 轻者上升 灼者下沉 这是自身频率归入相匹配的频率实相中 自然那一频率实相中 也都是其相匹配的故事感受 有人解读成因果报应 其实就是感受一下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而已 故当人死后 灵魂脱离了肉体的束缚 卸任了自己的角色后 即恢复灵体自身原本的能力 并无神妙之处 鬼灵的五神通为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通 神族通 天眼通 是不论距离之远近 事物粗细 中间有无阻隔 都能看见任何预观事物的影像 鬼灵能看见世界任何地方的人事物 但因其自身的频率 他所见不能高于其频率上限 故修为决定了事业 这里时间线不被绑定 被绑定的是只能看到 符合自身频率维度内 任意时间上发生过 与未发生的事情 天耳通 是不论距离多远 都能听到声音的神力 当然也是和上面一样的局限 他心通 是能知晓他人内心所想的 每个心念的能力 任何人起心动念 所思所想 其实都是其后台代码的反射体现 并且有6毫秒左右的信号延迟 灵体可以在你想之前 就已经通过后台程序 看到你将要怎么想了 但无法预判你会如何抉择 苏命通 能知晓自己及他人过去美式的剧情设定 与此时此生中将要注定经历的事件 与遭遇的人物 同样无法预知触发这些事件后 会选择什么选项 但大趋势是可以看到的 而多数人是大趋势下的傀儡 更高修为者能精通一理天道 把各种变化推算到极致 各种可能的概率都动若观火 神足通 是瞬移的能力 鬼灵能到达的地方 是其意识能到的地方 同样受自身频率限制 无法抵达更高维的空间 并且瞬移不能盲目 需要意识把标物 所以作为灵魂 渴望看一眼恐龙时代是可以的 只要在本地时间轴上 进行意识操作就可以了 或锚定在某恐龙骨骼上 进行时空追溯